区块链能否及其他市场服务提供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是银行之后 有效地成为市场基础设施 我们正在位于2016年比尔根山会议现场 即将接受我们采访的是克林·布拉特 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 区块链的好处和它的使用人数正在逐一地增加 你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种分布式账本技术吗 好的 我们关注的是分布式账本技术 区块链就是使用的这种技术 从两种因素来说是新的杠杆 首先 这是一个对等技术 这是非常安全的 然而 这的确是带有创新成分的技术 对等技术能够允许我们拥有有限的数字媒体员 我的意思是这和电子邮件不同 在我们发出电子邮件之后 我们无法控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而在这里 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位拥有者 我们可以进行控制 没有中间商 没有其他媒介 就像资金需要通过银行和央行那样 而这种技术如何被应用在市场当中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发生在不同等级的领域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原始的以太坊 以太坊加密货币 例如比特币 他们非常的专注于如何进行切断和中断的联系 这些发生在开放的区块链中 而这意味着我们并不知道谁将参与到其中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这对很多事情都是有利的 例如比特币就是这样被创造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前世网络货币 你不需要通过银行 不需要央行 不需要了解货币政策将会宽松还是紧缩 在某些领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支付机制 然而它也有很多的缺点 人们一直在建立这种技术 他们不得不去处理这些缺点 也有优点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技术 并且已经应用到了一些领域当中 在这种想法的支撑下 新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并且货币普及是势不可挡的 也会关联出很多相关的电脑程序 通过多种运行方式让货币流动 例如在金融行业 我们听到很多围绕着区块链的炒作 有些是实质名归 有些是过分夸大的 人们关注的是私有区块链概念 同样是一种对等网络 是十分安全的 我们开始能够拥有有限的数量和所有权 以一种十分安全的方式 但你需要登陆 意味着你需要遵守KYC政策 可能需要完成监管机构的要求 关于中间人和某种形式的银行 需要成为中间对手和CSD 我认为需要关注两个因素 首先是产品和初步吸纳 但是没有强大的市场结构作为支撑 我们看到去年 纳斯达克推出了相关的产品 但是这是私人市场 我们可以移动支出资本公司的上市前的证券 所以这并不是什么发生在框架之外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们不必处理传统产品 传统产品是我们公司的领域 我们关注的是股指在交易衍生品中的清算 刚开始的时候 坦白地说你可能会产生偏见 你会看到一个初始的产品 可以立即获益 并且收获一个短期的成熟的产品 我认为产品的成熟度 很重要的原因是你需要更新这些产品 而作为一家公司的CFO 我只会让公司上市一次 也许会两次 之后每隔一段时间 我会在这种类型的媒介上 发行新的股票 而这对后期的交易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的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资产 例如债券 它的期限是5年或10年 这意味着可以很频繁地进行发行 有些公司每天都在做 衍生品尤其是交易所的衍生品 平均只可以持续36个月 这意味着一天我就可以发行很多 如果我是一个活跃用户 例如银行 作为首席运营官 可以每隔一段时间进行选择分配 也许是每天进行多种选择 决定这个可以 那个不行 如果我马上发现利益 我就会选择它 总而言之 我认为广泛的采用 还需要大约3到5年 在这之前 我们会开始看到一些萌芽 投资必须现在就要到位 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 随着监管的逐渐完善 人们真正明白有哪些好处和坏处 所以我们看到区块链的好处包括了三个方面 第一种是我们能够有效地去除和解这个概念 如果应用正确的话 这就意味着你和我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 之后我们把协议放进这种安全的系统当中 系统将会按时地告诉我们 协议中需要旅行的义务 我们不需要去反复地查看记录 我们只需要相信系统就好 第二个方面就是 这很容易管理系统当中存在的物体的数量 例如说有多少特定资产 在系统中存在多少特定的风险 如果你把这些放入到区块链的话 就可以有效地减少那些你需要花费在 制作报告来确定具体数额的时间 确定是否存在风险 需要被整理 或者是监管就可以进入观察 第三个方面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 就是区块链能否 及其他市场服务提供商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是银行之后 有效地成为市场基础设施 这是极端的默认远程终端 它非常强大 因为如果你拥有成百上千的供应商 如果他们其中的一个消失 剩下的供应商将会确保 让系统继续保持完整性 想象一下 其中一个用户和供应商处在顶端 是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 那么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会继续存在 我们可以继续找到其他人来介入和管理业务 非常感谢